在上节课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已经开始讲到了我们的修改工具栏 修改工具栏当中我们已经讲到了 像复制移动还有镜像和偏移这几个工具 在我们这边的修改工具栏当中呢 它的一个工具呢其实还是比较的多的 但是呢它的一个用法相对来说已经要简单的多了 因为我们学习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到CD的一些入门呢 已经完全的入门了 因为剩下来的这些内容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 相信大家呢基本上都能完全的听明白 首先呢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工具叫做正列工具 对于这个正列工具呢 我们都知道正列的话讲简单一点 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排列的意思 在这边呢我绘制一个简单的矩形在这里 比如说是100乘上一个100的大小 这个对象呢稍微的有点大啊换一下 换小一点比如说就10个乘以10个吧 10乘以10的一个大小 好排列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给我们分第几组第几排 这个就是一种排列的方式 所以在正列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存在了两种正列方式 一种叫矩形正列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我们有几排几列 还有一种呢是环形正列也就是以一种圆形的方式把它排列出来 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矩形正列的方式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操作我们的修改工具呢 我们的前提都要有一个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修改的对象 所以在这边的话首先来点击选择对象来选择我要排列的这个对象 好点击确定键之后呢又会回到我们对话框中 好这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你存要绘制几行几列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现在好四行四列的话我就不去修改它了 就四行四列 好在这边请同学们要注意一点内容 行偏移和列偏移的这个知识 当然行偏移的话就指的是我们行与行的距离 而列偏移呢当然就是列与列之间的距离了 当然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你们一定要注意 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你们想一下应该在哪条轴上啊 能不能想得到 好在这边呢我随便的画几条线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我水平的是不是应该叫做行 那么水平的行的话 我的行是不是在上下在运动啊 上下在运动是不是应该是y走 y走的距离 所以行偏移呢它指的就是y走 那么我的列偏移竖排的叫做列 所以列的话它都是在左右进行运动 也就是说它是x走上的距离 好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来进行正列呢就要简单多了 首先选择对象 四行四列 比如说我的行偏移我给一个15个距离 而列偏移呢我给一个20个距离 好这个时候给了这些大小之后 记住了当命令当中有预览的时候 请你们先点击预览 不要直接点击确定 因为呢它还可以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就是正列出来的一个正确与否 好点击一下预览 好这时候我们看到正列的对象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好四行四列 行偏移我给的是15所以稍微小一点 列偏移呢我给的20所以稍微要大一点 这时候是正确的吧 好正确的我就点击接受 如果不正确你就直接点修改 可以再次来进行修改的 好在这边点接受图像呢就正列出来 是不是很简单 好刚才我们看到我正列的对象是不是这个 它之所以正列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其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呢 也就是说它也是跟着我们的坐标轴来进行正列的 因为在这边我刚才给的一个行偏移和列偏移啊 都是一个正的数字 都是正值对不对 所以它正列出来都是在X和Y轴的一个正方向 好如果我想正列到左边来 我是不是要把X轴改成负值 那么X轴应该是我的列偏移 应该是我的列偏移 好首先选择对象 列偏移好把这边直接加上一个负号 加上一个负号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预览 这么到左边来了 看清楚没有就这么简单 好其实呢在我们的举行正列当中 我们还存在一个正列角度 好对于我们来说呢 其实一般的话我们这个角度值 我们都是将我们的行数列数 还有偏移数值都完全设置好之后 在最后的一个基础上加上一个正列角度 好比如说30度 好我们来预览一下 当然首先还得选择一下我们叫正列的对象 好点击一下预览 这时候我们看到 它是不是就是直接将我的对象旋转了30个角度值啊 当然我们的原对象还是保留不变啊 只不过它有了一个角度值 对不对 能明白了吧 非常的简单 好在这边我们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它就存在着一个角度值的 像这个图形 好首先我们能看出来 我们是要把这个圆给正列出来 三行三列 当然它有一个正列角度 好我们来判断一下 首先来选择对象 确定三行三列 三行三列 然后呢行偏移是多少 在这边好像有的同学看不出来是不是 好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这一条轴这一条线呢 为我的水平线 这条线是水平线 所以这个水这个 长一点呢 是不是就是我的行啊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的列偏移是不是就应该这边的十个距离值 对的吧 行偏移就是这边的一个十个距离值 好如果看不出来的话 我稍微的修改一下 我把它旋转一个角度值 旋转一个负的三十度 来看一下 现在能看清楚了吧 行和列 好正列一下 选择对象 三行三列 行偏移行与行的距离多少 负10 列偏移 13 正列角度30 预览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明白没有 好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如果碰到这样的角度的时候 你可以假设一下它是一个水平状态 在最后呢给它加上一个正列的角度值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图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当然有的时候啊 我们正列呢 它没有靠说我们距离值 好找一个图形 好比如说这个图 左边的这个图 好我们来绘制一下 首先 长度100 宽度负的75度 然后呢里面有两个矩形 所以我直接用偏移工具 偏移8个距离值 把它偏进来 偏进来 好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矩形 当然有的同学说我直接画直线就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呢 在练习我们的正列工具 好所以我们用正列工具把它做出来 所以首先的话 我是不是要把它们进行分段啊 所以分段的话 当然现在这个矩形是一个整体 我要用分解工具 把它们分解一下 好现在呢分解 点fe帮助 我们以前就讲过了 r e d e f i n e 好 e x p l o d e 然后呢再来进行一个分解 好分解掉了 然后呢这条线 垂直的这条线我要分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好九段 绘图 点工具 定数等分 这边分成九段 好水平的这条线 数一下六段 再来 分成了六段 好然后我只需要把矩形 绘制出来 绘制出来 好举行绘制出来 绘制出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正列的方式把它正列出来 怎么来正列呢 我们这边没有告诉我们大小 所以没有告诉我们大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拾取它的大小来进行绘制 好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对象首先来选择它 几行几列呢 水平叫行 也就是九行 列呢是我们的六列 好当然角度只是零了 好行偏移是多少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后面的这个叫拾取行偏移 好怎么拾取呢 点击它的两个点 当然你点的时候这个顺序啊 你一定要注意 好下到上 然后呢列偏移 左到右 是不是距离值都有了 预览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出来了 好点击接受 然后呢再把这些点去掉 去掉这些点呢 我可以直接到格式里面点样式 选择一个空白的样式 对不对 把点去掉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举行正列的一个方式 好当然正列当中呢 它还存在着一种叫做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呢 我们拿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个图形 来和大家来看一下 好这个图形大家肯定已经见的比较的多了 好在第五节课当中 好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的话我就直接来绘制了 好这边呢 230 向线点上有个半径为22的一个小元 这时候我只需要用正列工具把它正列出来的话 我的这个方法呢就比较的简单 而不需要像以前所用到的定数等分 再用快麻烦多 这个呢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正列当中的环形正列来看一下 首先毋庸置疑的选择对象 好中心点中心点所指的呢就是我这个小元 我应该按照哪个点进行旋转 比如说哪个点啊 圆心对不对 好项目总数不用数了吧 20个20个 好填充角度 也就是我这20个小元 应该在多大的一个范围之内把它正列出来 是不是360度啊 一圈对不对 好点击预览 看到没有 直接就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好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环形正列 当然在环形正列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角度 所以提到了角度的话 我们不得不注意一点的就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旋转方向 好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首先椭圆 好的 长度呢75 然后呢角度是我们 没有角度了 讲错了啊 长度75 然后呢这边15半轴 好选择阵列工具 环形阵列 选这个对象 好中心点 下面的向线点 项目总数有几个啊 1234 4个 角度呢 角度也是总角度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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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60度 但是它是顺时针旋转 就应该是负的60 负的60 我们点一下预览 接受 对了吧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阵列的两种方式 能不能听明白 好 在这边呢 请同学们注意一下 只有这个阵列呢 稍微要复杂一点 稍微要复杂一点 好 我们呢 把这个内容呢 简单的把它写出来 好 在这边 比如说 我们先写一下 阵列 快捷键呢 是A2 A2 所以第一点 我们的矩形阵列 矩形阵列当中 首先有行偏移 行偏移是哪个字啊 Y轴的距离值 当然还有我们的列偏移 也就是我们的X轴 距离值了 好 当然在这边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XY轴的正负方向的一个问题 正负方向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时取来确定距离值 通过时取来确定距离值 这是第一点内容 第二点我们的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 这边的中心点呢 就是我们的旋转点 旋转点 好 角度的话 是我们的所有的 对象的总角度 所有对象的一个总角度 当然在这边你同样应该注意它的方向 注意方向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正负值 讲到的正负值 刚才的那个图形还记得吧 负的60度 那个椭圆 好 这是正列工具 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 好 只要你明白它的意思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这个移动工具 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 这边一个旋转工具的话 旋转工具呢 我们不需要讲太多 不需要讲太多 因为呢 它比较的方便 比较的简单 选择旋转工具之后 你直接来选择 你要旋转的这个对象 好 当然要确定了 好 基点是什么意思 基点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的旋转点 好 我按照哪个点旋转 比如说这个点 点一下之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自身的来旋转 旋转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给它一个角度值 比如说给一个30度 当然 30度什么方向 逆时针 因为我给的是正值 明白没有 如果是顺时针的话 我就应该给一个负值 所以在这边 这个呢 大家肯定能理解了 好 很简单 记住它的一个快捷键就可以了 旋转 快捷键呢 是RO这部件 来看下面的 比较简单 我就稍微的带快一点了 好 这个呢 缩放 这个呢 拉伸 两个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后面修解 延伸 也是有联系 这三个也是有联系 倒角 圆角 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两个工具放在一起和大家来讲解 好 首先来看缩放工具 好 缩放的话 我先绘制一个矩形 比如说50乘上一个30 50乘一个30 然后呢 把它的大小 我们来进行一个标注一下 大小呢 进行一个标注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小呢 是50乘上一个30的一个矩形 当然缩放工具的话肯定指的就是放大和缩小 好 来看一下 首先来选择对象 对象选好了之后 有一个基点 有的人说放大缩小需要什么基点呢 这时候这个基点就是在我们进行操作的时候 不管你是放大还是缩小 它始终一个不变的点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确定位置的一个点 比如说点在这里 我点在了这个点上 你没发现这个点是保持不变的 我在动的时候保持不变 好 比如说我要放大两倍 这时候如果你直接知道倍数的话 你可以直接通过这边的比例因子来 告诉他 好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倍数几倍呢 两倍 两倍直接数一个2 好 确定 160 出来了吧 好 比如说缩小两倍 缩小两倍是多少 1分之1 好 基点还是在这个点上 1分之1就是0.5 这边又回来了 非常的简单 好 当然 这是我们一种比较传统的放大缩小 也就是说我知道我要变大的 或者缩小的一个倍数的情况 当然还有一种呢 我们可以直接观察效果 或者说按照一个特殊的距离值 来进行变大缩小 好 现在我假设我想把这个100变成到 50变成到61的长度 这时候 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倍数呢 肯定是61除以50 但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50的长度怎么办 好 我们也有方法来看一下选中这个对象 基点呢 还是在这边 好 我们的命令栏当中 它告诉了我一种参照的方法 所以这边的一个参照 就指的是我以对象上自身的某一段距离 来进行变大变小 好 比如说我来选择参照 现在它让你指定这个参照长度啊 参照长度 当然我讲的肯定是这个50的长度了 怎么来确定这个50呢 你可以直接通过拾取对象上的两个点 一个点 两个点 你看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拖大一点 而且这种拖大变小呢 你都是可以看到它的具体的一个位置的 比如说刚才说了 我变到61 我直接写一个61 确定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了吧 所以在我们室内设计当中 我们的一些模型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这种方法 把它变大变小啊 对的吧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方法 把它做出来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放的一个命令 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个图形 我们来看哪一个呢 比如说这个图 这个图当中 它告诉了我们的一些条件呢 完全不能够把这个图画出来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它告诉我们这个大圆的半径 半径是40 也就是直径是80 然后呢 这边的长度和宽度的比例是2比1 所以其他的没告诉我们了 怎么办呢 我可以用一个假设的方法 好 比如说我要画一个长度是100 X轴是100 Y轴呢 给它一个50 这个时候的大小是不是就是2比1的大小 对吧 这个大圆肯定能画出来了 圆工具当中 我们是不是讲过两点的绘制方法 好 把它画出来 然后上下两个圆 同样使用两点的绘制方法 都给它绘制出来 两点 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它们俩的一个关系 完全就是比例上的关系 至于比例是多少 我们可以 不太明白 对不对 不太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用参照的方法 好 说放工具 选中你的对象 指定基点 好 就放在圆心上了 我要变大多少呢 不知道啊 但是我可以用参照 参照长度为原有的这一段长度 对不对 拾取 然后呢 把它变小到多少 变小到40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变小到40之后 它是不是还是变回来了 所以在这边 就可以通过这种缩放的方法 把它完成 好 这个图 当然 缩放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种缩放方式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变大变小什么地方 它整体都是在变大变小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存在着一种局限性 为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37 我已经到了我想要的一个大小 而61呢 我觉得小了或者大了 怎么办 我可以用下面一个工具 叫做拉伸来完成 好 拉伸工具呢 也就是说把我距离值不够的地方 我可以把它拉长一点 好 怎么来操作 首先呢 还是来选择对象 但是请大家观察一下命令栏的部分 它说以交叉窗口或者交叉多边形的选择 要拉伸的对象 什么意思 可能很多人没看懂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要拉伸 你只能够用这种绿色的选框 用绿色的选框 蓝色的是不可以的 蓝色的是不可以的 因为只有绿色的叫交叉 明白没有 交叉 好 并且呢 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你不能够千万记住 千万不能这样 像我这样啊 如果你全部把对象选了 也就是说你全选了 就好像你要把某一个对象 把一个弹簧拉长一样 你把整个对象 整个弹簧都放在手里面 它会拉长吗 它肯定是被你拉走了 所以你肯定要固定刷其中一个点 就好像我现在我全部选了之后 你点击确定 好 我要从什么地方拉 它说的基点 比如说我从这边开始拉 你能拉长吗 你是不是把它移走了呀 对不对 所以你要拉的话 你就只能够固定下某一边 好 也就是说你选择对象的时候 你只去选择要拉伸的地方 比如说我就选这一部分 看到没有 我只选了这么一点 当然多一点没事 少一点也没事 就选这么一部分 好 确定 也就是说现在我就拉这边 我这边是固定下来的 好 所以拉伸的基点是你这边的任意的一个点 比如说这个点 我是不是可以往前拉 好 往前拉多少 往前拉十个距离 词 确定 就变成了七十一个大小 对不对 所以拉长了十个大小 好 就好像我们这边的这个图 我们应该怎么来绘制呢 好 将这个六拉到十二 我选择拉伸 所以我只去选择要拉伸的地方 这上面 其他的不选 确定 基点呢 随便一下 往上拉多少 六个距离词 出来了吧 好 这边 选一下 往上拉 九个距离词 然后这边 这个拉伸过来 所以它是整个都拉 我就要选整个 把它拉过来 拉到多少呢 那十个距离词 来看一下 这个图形是不是就完成了 明白了没有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将它拉伸出来 好 这个缩放和拉伸 当然有一定的联系 对不对 我们把它写在一起 好 写在一起 首先我们来写缩放工具 快捷键呢 是SC SC 首先第一点 按照比例缩放 按照比例缩放 比例因此 就为放大缩小的倍数 放大缩小的倍数 在这边 基点 为放大 说小时 一个不变的点 一个不变的点 好 第二个我们用参照 也就是通过 对象中的某一个长度 进行缩放 好 在这边参照长度 我们可以通过 时许点 来完成 可以通过时许点来完成 明白没有 好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拉伸 快捷键呢 是S 好 在这边我们主要注意几点内容就可以了 第一个 我们只能用绿色的选框 进行选择 好 第二种 我们只去选择要拉伸的部分 全部选择的话 是移动的作用 全部选择的话呢 是一个移动的作用 所以拉伸工具当中 我们注意这两点内容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好 缩放和拉伸工具 好 我们接着往下面来看 接着往下面来看 把这个图呢 我就删掉了 删掉了 重新来新建一个文件 下面呢 我们的修剪和延伸 修剪和延伸呢 修剪工具 大家肯定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了 因为每次都在用的 好 但是呢 我们还是来简单的看一看 怎么操作的 都记得吧 选了修剪之后 直接点击确定键 好 不要了 框掉 框掉 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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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很多同学没注意啊 再来看一下 点击确定键之后 这时候对象上会出来一段话 除了让你选择修剪的对象之外 它还有 或者按住shift键 选择要延伸的对象 延伸的对象 下面一个工具 是不是叫延伸了 所以你按住shift键试一下 按住shift键 好 点一下这条线 有没有延长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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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延长了 但是你再点了 有没有用了 没用了 是不是再点就没用了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延伸当中的一些 主要 注意的内容 好 延伸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也是来绘制几个对象 放在这边 延伸的不能够随便的延伸 也就是说 我们延伸的话 它必须我们的对象 要延伸到另外一个对象上 才可以 就好像我中间的三条线 我就可以把它延长 而上下的两条线就不可以 为什么呢 上下两条线 它没有目的地了 外面也就没有对象 让它可以延伸到了 所以呢 这边你要注意一下 选择延伸 直接确定就可以了 你向往上延伸 你就在上方点一下 向往下延伸 就到下面点一下 往下 好 往上 往上 往下 好 看到没有 当然延伸当中 它也存在的这句话 按住shift键 选择要修剪的对象 剪掉 剪掉 松掉之后又变成延伸 按住之后又变成修剪 明白了没有 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在这边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稍微注意一下 非常的简单 修剪和延伸 我就写一下延伸了 快捷键呢 是EX 好 也是直接点击 确定键 直接点击确定键 进行延伸 好 这时候延伸呢 要 延伸到另外的一个对象上 才可以 还有呢 按住shift键 使修剪 和延伸 切换 所以注意这一点内容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的 接着来往下看 接着来往下看 下面的123 这三个工具呢 在二维当中啊 相对来说 用的比较的少 但是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因为呢 有的时候还是会用到的 第一个叫做打断与点 第二个叫做打断 这两个是不是差不多 从符号上我们就看差不多 一个 有一个点在这 而打断 两个点在这 所以打断与点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对 从对象上 某一个点 将对象切成两段 也就像一把刀一样 中间切一刀 就应该变成两个对象 是不是 好 选择打断与点 首先来选对象 好 注意了 这时候选择对象 不能够框选 看到没有 只能够点击选择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让你指定第一个打断点 好 第一个 这时候命令结束了 有没有变化 没有 但是你选一下对象 有没有发现变成了两根呢 好 把它移上去 是不是变成了两个对象 再选一下 选一下 好 按照中间打断 又变成了两个对象 明白了没有 也就是从一个点 将它切断成两根 好 而下面这个打断 我们看到是上面两个点 而且两个点中间的部分呢 已经被我们减去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两个点进行打断 打断 来看一下 同样 它也是不能够框选的 你在外面点是没用的 好 要到对象上来点一下 好 点一下之后 注意了 刚才你点对象的这个点 就已经被认定为了默认的第一个点 默认为的第一个点 所以它现在让你直接指定第二个打断点 所以如果第二个打断点 我放在终点上 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的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 那么有的人说 那我第一个点我随便点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没关系 你随便点一下 这边是不是可以重新让你指定第一个点 好 那我来重新指定一下 第一个点 好 放在这个端点上 我放在这个终点上 前面这一段就被我剪掉了 明白了没有 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这个打断啊 因为呢 这个打断和我们的修剪工具 稍微的有点相似的 所以呢 在三维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打断 来修剪掉我的某些对象 好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像圆这样的整体对象 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内容了 好 来看一下 选择打断 选择打断的对象 右肌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 比如说第一个点我放在左边 第二个点我放在右边 好 再来 右肌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放右边 第二个点放左边 是不是也剪掉了 但是剪掉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一个在下面 一个在上面啊 有没有发现问题 什么问题 左到右 右到左 什么方向 逆时针 是不是逆时针 明白了没有 所以对于这种整体对象的话 它是属于逆时针 打断的 逆时针打断 好 而像我们的 我们的合并 合并 合并呢 它只能够合并我的打断对象 只能合并打断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吧 合并 好 选择第一条 选择第二条 确定一下 是不是合成了一个整的 好 再来看这一个 选择圆 是不是有一个闭合啊 右肌 闭合 是不是合成了一个整圆 很方便 很方便 所以呢在这边这三个工具 它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 存在着一定联系的 明白没有 注意这边的打断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这边的打断 我把这个呢 也写下来 首先第一点打断于点 打断于点 打断于点呢 是将 对象 按照一个点 切成两个对象 还有我们的打断 打断是将 对象上两点之间的部分 减去 两点之间的部分减去 当然了 我们的这个 呃 打断的 打断的 我们的合并 合并 合并呢 是将 打断的对象 合并为一个整体 合并起来 明白了没有 好 这边的三个 这边的三个 好 我们把它 删掉 好 这几个呢 都不是很难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几个呢 比较重要一点的 一个叫倒角 一个叫圆角 倒角和圆角的话 有没有印象 我在什么地方提过 我的举行当中 我是不是提过倒角 和圆角 当然我的举行当中的倒角 我们应该记得吧 它的倒角 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方向性啊 方向的差异性 所以在这边 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就是通过这边的倒角 来进行解决 好 在讲倒角的一个倒角方式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两种比较好的一个用法 什么一个用法呢 在我们画图的当中啊 我们肯定会遇到有的时候两条线没合在一起 还有的时候呢 两条线呢 比较的长 多了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倒角来把它们去掉 或者连起来 好 选第一条线 再选第二条线 OK了 连起来了吧 选第一条线 再选第二条线 OK 是不是也合起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都修剪 我都省了 是不是 当然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倒角当中的大小 都是零 明白没有 好 为什么说它可以有这种这种变化啊 因为它的两个倒角都是零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在做这两条线的倒角的时候 我只是做了一个没有倒角大小的一个倒角 也就是说它直接就是将两条线合到了一起 是不是这个意思 直接将两条线合在了一起 所以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汇制出这样的一个对象 好 这个时候我们了解了倒角工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用法之后 我们再来看它的大小的设置 在这边 命令当中是不是有一个距离 还存在一个角度 这两个就是它的大小的一个设置 首先来选距离 好 当然距离的话 也就是说我第一条边切掉多少 比如说第一条边我切掉一个三百 第二个倒角距离第二条边我切掉一个一百 这样大家看得很清楚 好 设置好了 选第一条线 我选水平线 第二条线 我选垂直线 倒角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的话不用我量吧 水平线是不是切掉了三百 垂直线切掉两百 好 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 倒角呢 我就不用设置了 因为它变成了默认值 好 第一条线 现在我选垂直线了 再来选水平线 是不是也切掉了呀 好 为什么呀 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三百的这个距离值 我是先选哪条线 它就切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它这个三百的距离 是我的第一个倒角距离 对不对 第一个倒角距离 所以我的第一个倒角距离 是在我先选择的直线上 明白了没有 我先选择谁 它就切在谁上面 好 如果我到这个举行当中 我要绘制一个四个倒角 所以我选择倒角 选择第一条线 我选垂直 第二条线我选水平 切出来了 切出来了命令也结束了 所以说倒角只能进行一次 所以这个时候 选倒角的时候呢 我加一个多个命令 也就是进行多次倒角 右击选一下多个 这个时候我的三百 我还是切在垂直线 再点水平线 一不一样 好 垂直线 水平线 垂直线 水平线 是不是就出来了 四个倒角 完全的对称 四个倒角完全的对称 明白了没有 好 这个就是解决它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好 还有一种倒角呢 我们刚才讲的 叫做角度 对不对 好 角度的话 我们也来看一下吧 角度的这种倒角方式呢 基本上我们的机械图当中会用到 所以首先来选择角度 选择角度之后 首先你要设置倒角长度 为什么 好 我们先设置吧 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 好 切掉三百 倒角的角度 比如说来一个三十度 确定 我先选一条直线 水平线 再选第二条直线 垂直线 倒角出来了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倒角的话 也就是这一条边 第一条边 我切掉三百 然后在我切掉的 这个距离的地方 做一个三十个角度值 所以这两条线的夹角 就是三十度 明白了没有 好 所以在这边 如果我先选择垂直线 再选水平线 方向就不一样了 什么原因 刚才是不是就已经解释过了呀 好 这两种 就是我的倒角的一个方式 当然记住我的第一条线 先选了哪条线 明白了没有 好 这就是倒角 当然了解了倒角之后 我们直接来看圆角的话 它就简单多了 好 首先圆角呢 它也可以像我们倒角一样 将两条线直接连成一条直线 好 当然前提是没有设置大小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这不就出来了 而对于圆角来说 它就不存在什么方向性的问题了 所以你直接设置一个半径即可 设置一下半径 比如说 设置错了 比如说半径 半径的话 我给它一个两板 第一条 第二条 出来了吧 垂直水平也出来了 是不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呀 因为它是完全对称的对象 好 在这个圆角当中 我再用多段线绘制一个出来 绘制一个对象 我们导一下 好 这时候我要进行这种连续性的导圆角的话 你可以直接 当然半径已经设置好了 直接选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个多段线名 好 选多段线 直接呢 来选一下对象 是不是出来了 全部都产生了一个两百的大小 其实我们导角当中也有 但是我们不要去用 因为它方向性不是听我们的话的 它是有一个方向直接过来 所以这种不要用 用圆角当中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个导角和圆角就是这样子来的 好 把它写下来 我们做一个总结 首先是我们的导角工具 快捷键是CHA 好 第一点 第一点在没有设置大小的时候 它可以 将两条线 合并为一个 连接啊 不是合并 连接到一起 第二个 导角的方向 导角的一个什么方向呢 我们的第一个导角距离 是在先选择的直线上 先选择的直线上 第三个 我们的多个 多个呢 也就是进行 多次导角 明白没有 好 圆角的话 快捷键是F F 它的方式呢 和我们的导角是完全的一模一样 完全的一模一样 所以在这边我就不去多写了 不去多写了 好 比较的简单 好的 我们呢 在这边还剩下最后一个分解工具 好 分解工具的话 怎么用呢 在这边不能用 我们可以看到了 好 我们以前讲的一个方式 IDE FRNE 然后输入分解的一个命令 PEX PLODE 好 这时候就OK了 选一下我的这个对象 点确定 有没有发现 这些对象已经变成了单独的一些对象 看到了吧 这就是分解 也就是将它们拆掉 将它们拆掉 好 很简单 把分解的快捷键来写一下 分解 快捷键是X 好 看完了分解之后 我们的修改工具栏就到这边 就到这边 好 当然题目当中的一些题目啊 题目当中的一些题目 大家自己去绘制绘制 因为在这边呢 我们的修改 和我们的绘图都已经了解了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图形你们都可以绘制出来 所有的二维图形都可以绘制出来 好 在这边呢 如果是学习机械的话 机械图的话 我们在这边里面都会有一些机械的图形 和一些建筑类的图形 所以在这边的话 大家自己选择性的去绘制绘制 不懂的话 可以直接在QQ上来问我 好 那么讲到这边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了 我们下课了 我们下课了